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片中的事主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 就签下了这个合约了 Madam你好 其实销售人员的手法有没有问题呢? 健身中心的销售人员 有可能已经触犯了香港法例第362章 商品说明条例里所定名的罪行 销售人员向消费者俄称文件是问卷 并且要求他在上面签署 但当消费者签署之后 他才表示这份文件其实是一份合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销售人员已经涉嫌将虚假商品说明 应用在所提供的服务上 再者 销售人员无视消费者的不断拒绝 在长时间里面用疲劳轰炸的方式 高压销售服务合约 并且联同经理向消费者施加不当的影响 为了迫使去购买健身服务 两个人企图阻止他离开 大力拍桌 甚至出言恐吓消费者不给钱就不给走 他们的做法 損害了消费者的选择和行为方面的自由 以至影响他所做的交易决定 付出高昂的费用 购买他根本不愿意购买的健身会籍 销售人员已经涉嫌作出了具威吓性营业行为 以上的行为属于严重的刑事罪行 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和监禁五年 在开关接获的举报个案当中 投诉人一般是遇到什么不良销售手法呢 在我们接获的健身中心举报个案中 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健身中心的职员 就会在一些旺区人流密集的街道 选择一些学生或者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向他们派发宣传单张 声称可以提供免费试玩的优惠 又或者邀请他们帮手填份问卷 随即就会带他们去健身中心那里进行销售 好像刚才片段中看到 销售人员就以登记和看看有没有优惠作为借口 要求消费者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和提款卡 然后就会再出示一份表格要求他上面签署 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往往不如有诈 以为这份文件就是一份表格在上面签署 但是当他们签了名之后 职员就会和他们表示 这份文件是一份健身服务的合约 并且不断施压要求消费者履行合约购买服务 结果年轻人往往因而就犯 消费者如果遇到刚才所提及的销售手法 又可以怎样做呢? 海关呼吁市民,特别是年轻人 不要轻易相信健身中心职员 免费试玩、免费抽奖等招来 也不要因为想帮人而答应他们的要求 遇到高压式或者车轮式的销售手法 消费者要立场坚定 如果不想购买有关的服务 必须要明确拒绝 也坚拒签署任何文件 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离开 在未决定购买服务之前 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 提款卡和信用卡 千万不要随便将它交给销售人员 而在签署任何文件之前 也不要单单听销售人员所说 而应该自己仔细阅读文件的内容和条款 那消费者如果决定购买这些服务 又有什么要注意? 当决定购买服务之后 消费者在签署任何账单和服务合约之前 要加倍留意所选购的金额、項目内容和使用条款 在交易过程中任何的口头承诺 都应该在合约上清楚定名 并且要求销售人员签署和盖上公司印章作实 没错,Madam 以我了解,市民也可以透过海关24小时而线2545、6182 或者透过专用举报罪案的电邮 来举报怀疑不良刑伤手法 和涉及商品说明条例的事业 如果市民不幸遇上怀疑不良刑伤手法的情况 应该尽可能将事发的经过详细记录 向海关作出举报 将有关的资料交给调查人员跟进 健身中心的服务很多时候都会涉及预缴 市民在选择这些服务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便宜莫贪 亦都要衡量自己实际的需要和负担能力去选择 尽量避免一些一次性的大亚消费 大家记得不要贪小便宜 听到别人说有免费试玩试涌便放下戒心 是的,Kevin 香港国际七人篮球邀请赛即将举行 没错,而在赛事期间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而我们就找了一位挺喜欢运动的朋友 跟我一起讲解一下 究竟是哪一位呢? 你好,大家好,我是Lulu 在4月5至7日一年一度的体坛盛事 香港国际七人篮球邀请赛 将于在香港大球场举行 这些大型的运动盛事我就最适合了 没错,Lulu 到时候会有接近1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来到大球场这里欣赏赛事 是的,Jacky 想问一下今年的国际七人篮球邀请赛 安排会是怎样的呢? 今年的赛事有12队女子队 和28队男子队参赛 第一天的赛事将会在早上10点举行 第二、第三天的赛事 将分别在早上9点和9点半开始 不过大家在欣赏赛事的同事 有些事情是一定要注意的 爸爸,你到了吗?我们走吧 你突然约着爸爸来跑马地去做什么? 我今天打算带你去大球场 看国际七人篮球赛 让你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七人篮球赛?我只是喜欢看足球 篮球的篮球,担着球走来走去的 我不懂的 什么有分别的吗? 当然有分别,不过不要緊 但是照我所知 籃球赛的票很难买 你买了吗? 我还没买 没买就没票卖了 早就已经被人订了票了 那怎么办? 我有两张,看你合不合 多少钱? 四千元两张 贵就是贵了,不过一场来到 没理由不看 好… 慢着 他的票好像是假的 当然不是 你不买,很多人买的 女儿,我们还是别买了,走吧 不买就算了,混吉 片段中的健哥 幸好既既既既既既 没有买到那些耐力不明的和牛票 要不然进不了场之余 还引致损失 没错,Lulu就说得对了 除了不要买黄牛票 大家也要留意当日的交通安排 因为到时候会有大批的球迷 同时来到大球场这儿 可能会造成交通擠失 對了,Jucky 当日的交通安排会是怎样的? 到时警方会因应当时的情况 采取特别的交通安排 球赛开始之前 家路连山道和东远道一带 将会采取单向行车 美场赛事开始之前一小时 同样路段将会采取风怒措施 所以警方呼吁各位球迷 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场 或者可以从铜锣环 或者天后步行至大球场 明白了 当大家去到球场的时候 不是所有物品都可以带入场 好, 准备了 这次幸好Kelvin让他给我们的票 不然我们也没得看七人膽球赛 那也算了, 占头仔, 乖 原来他准备了两张票 打算和我家人去看 知道你说要跟我看之后 就立即给了你, 算不说可以 那将来人家对好些 不要常常叫人家占头仔 对了… 叫你的男朋友叫Kelvin 叫Tinky去家吃饭, 好吗? 算你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够准入场了 好, 慢着… 好像留了一些东西 什么? 啤酒, 没有啤酒 入场哪有气氛的 我回头买吧 你们是不是买啤酒入场了? 我有 不用你们拌得这么辛苦 走回头 又是你? 刚才差点买了你的假票 还想来骗我们? 我不是骗你 刚才你怀疑我的票是假 所以你才不光顺我 我现在卖酒 端猜也不会是假的 那买多少钱? 八十元六罐给你 不值得 慢着 我记得球场外面 是有保安检查的 铁罐是不能带进去的 这样吗? 那我们也不买了 女儿去走了 混吉 Toby说得对 跟以往的国际七人篮球 要称材一样 场外才会有保安检查 是的, Calvin Sir 基于安全理由 玻璃瓶, 塑胶瓶, 铁罐等物品 都不可以带过球场 相关场情 可以浏览主办单话的网易 没错 另外Jacky, 我知道在南看台 是只能让十八岁以上的人士进入 Ewan就有未成年人士 尝试用他人的身份证 进入南看台 没错 使用他人身份证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罪行 一经定罪 有可能会被判监 和留有案底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切勿因一时的贪玩 以身事法 Jacky Sir, 那大家入场看比赛的同时 有什么要留意? 比赛期间 不少球迷都喜欢饮用酒精饮品 但是激烈和刺激的比赛气氛 很容易衍生醉酒闹事的行为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欣赏球赛之余 喝酒也需要节制 避免发生冲突 今集节目完结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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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